山河令迎来收官 却因为大结局惹来不少争议 悲喜 不明的收场 还有另外家前的彩蛋都让她饱受诟病 不少观众因为一难平之下 便开始对编剧大肆谩骂 甚至上升到了编剧的家人 为此 山河令的制作人站出来发声道 不好的地方我们尽量改进 但是请放过我们的编剧吧 期间制片人也表达了自己对观众的感谢之情 观众如此的一难平 背后的原因自然也是源于对山河令的喜欢 但是不管是爱也好 恨也罢 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罢 找到一个合理的情感宣泄口才是关键 可是据网报编剧 甚至上升到编剧的家人 那就是不正确的做法 作为一个新人编剧 其实小初为了这部剧付出了很多 把山河令写成这样 收官评分能够维持在8.6分 已经实属不易 或许很多人觉得它可以做到更好 许多剧情可以更加完美 但是世间事本就如此 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 而制片人心疼编剧之下更是说道 你们要骂就请骂我吧 我不希望一个治愈很多人的剧 因此多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也希望它下部戏更好 制片人此番话一出 不少网友对此报以了支持 毕竟网报确实是一件不理智的做法 另一方面 其实编剧也不应该为大街区剧情背锅 只因 若是带着放大镜去看 从许多戏之末集中 就可以看见编剧的良苦用心 在不少网友的还原下 被隐藏起来的细节 早已预示着这部剧 原本就准备以喜剧收尾 但局限于单改剧职能B1 或者开放式的成规 所以才最后呈现出了 山河令36G这样的效果 对于结局的争论 自始至终都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斗争 因为自山河令官宣的那一天起 他的结局就早已埋好了伏笔 海报处处是玄机 结局早已写下 同意以命换命 求之不得之下 温克星赶往武库 救下了十日无多的猪子树 用夜白衣传授的六合神功 以自身作为顶炉 这是关键词 双修生子明场面 详细可见我上一篇解读文章 将真气传给了周子舒 最后的画面则停留在了 温克星晕厥 周子舒依依不舍 不愿放手的镜头上 这下便真的成了千山木雪 指引向谁去 即便是有了彩蛋作为慰藉 仍有不少人猜测 温克星已死 彩蛋中的温克星 不过都是周子舒的幻觉罢了 故此才对编剧的改编 抨击不断 可是只要认真关注剧情 认真关注山河令的动态 那么结局H1 其实早就有预示 官宣海报的前后呼应 2020年6月3日 山河令官微官宣 双男主之下 更是配以一张 国风化海报作为宣传 此海报一出 争论不断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被网友们遗忘 但是如今结合结尾剧情 再看这张海报 原来片方早就将故事的结局 告诉给了观众 一个天窗之主 一个恶魔头子 星星相吸 星星相应之下 隐居于长明山上 即便是石兵饮雪 却也是只显鸯 不献仙的神仙日子 海报都在说 我很会 自官宣起 山河令一直采用的便是 张哲瀚在左 龚俊在右的官宣海报 自古红蓝出CP之下 海报都预示着 他们就是一对 但是大结局播放之后 酷就悄无声息地 放出了另一张海报 采用的依旧是红蓝的设定 但此时却将温克星 与周子书两人的方位 做了改变 此前的一左一右 变成了一上一下的两个方向 在结合剧中的 顶炉外加生子 难道片方给予的提示 还不够吗 而与原著相结合的 编剧更是将在原著中 争上下的台词 你就让我一回吧 巧妙地融合到了 36集结尾的剧情中 这番剧情 外加这张海报 配合使用下 其中的意思 自是不言而喻 山河令这出剧 真真就是连海报 都是我很会的样子 双相奔赴 爱有回应 如果关注酷的宣传 细心的观众就会发现 他基本上给每集的剧情 都做了简单 恶药的官方说明 什么温克星 众迷香包紧阿絮 或是魔王变撒娇小可爱 一会是 阿絮卫护老温 甘愿一起赴死等等 结合剧情 他总是配以较为 点睛的标语来让人眼前一亮 甚至觉得莫名的磕到了 然而此间有一副宣传标语 却让不少网友觉得甚为大胆 却又觉得十分受用 双相奔赴 爱有回应 便是片方对山河令的 深层次解读 所以从始至终 周子书和温克星 都是双相的 而且都是有真诚的回应 同生共死 那就是最好的证明 修好淳语 实际很重要 前媒说了 因为过审山河令 在剧情要做不少的改动 剧中出现嘴形与配音对不上 那也是常有的事情 而在大结局36集中 这样的画面也必然不会少 却不想因为配音的锅 原本喜剧收尾的故事 硬生生演出了悲剧的效果 在细看36集剧情后 不少网友发现了 三处配音与嘴形对不上的地方 排子间的出入 其实早已预示着 温克星并不会死 并做好了要与周子舒 一起实学隐兵一辈子的决定 这也可以解释 为何在听到温克星的问话后 周子舒回忆 那样的活着 还是就此死去 我得衡量衡量时 神情中带着些许娇羞 甚至还有些打情骂俏的意味了 原来这本就是一场告白 却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刀 只要观众认真看这一段戏 就会发现 张成龄此处的台词与口形 是完全对不上的 而细看原话 确实不符合播出要求的同时 也只能硬生生地将它改成 能播出的样子 只是无数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细看 却最终被扒出来最深情的告白 哪一出单改剧感这么演 但是山河令感 所以从头到尾 其实山河令给出的结局 一直都是H1 但是碍于规则之下 只能做出退步 为此编剧真的不应该为结局背锅 他把观众想要看的都写到了结局了 甚至还给两人加了一场顶如生子的戏 只是写得太过隐晦 很多不看修仙文的观众没有领会到 而在配音的大肆放刀之下 原先的一场喜剧也抹上了悲剧的气氛 不得不说 编剧还是我们原先认识的那个编剧 用它的诗词歌赋储备为观众发糖 更是引经据典将温和行与周子舒这一对锁死 这样之下观众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为何还要网爆他 为何还要为这样的可以封神的剧情去抨击他 其实并不是他做的不够好 只是有些事情迫于无奈罢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水晶娱乐 敬请关注哦